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到周五刚新 表弟最近听了很多关于口香糖的谣言 都不敢吃了 今天哥就来给他屁屁咬 一 经常嚼口香糖会让咬肌变大 从而脸会变大 经常嚼牛肉干 槟榔这类需要用力嚼的食物 咬肌才会锻炼得很发达 而口香糖比较软 每次嚼食五分钟左右是不会对咬肌造成影响的 二 口香糖是甜的 吃多了会得取齿 肠嚼含糖口香糖可能会得取齿 但无糖口香糖用的是糖醇 不会瘟开牙齿 没事嚼嚼无糖口香糖 反而能促进唾液分泌 有利于清洁口腔 降低得取齿的风险 三 五式口香糖会粘在肠子上 七年才能消化 口香糖有各种调味剂 胶状物等组成 吞下去的口香糖 除了胶状物 要三天左右被消化 其他成分很快就会消化光了 不会粘在肠子上 四 嚼口香糖致癌 口香糖里的确含有可能会致癌的添加剂 但其实这些致癌物含量很低 都在安全范围内 只要你不是论筋吃 不会有安全隐患的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到非得说微信发送刷牙 保护牙齿 从学会刷牙开始 扫码关注非得说微博微信 谣言在知识面前不堪一击